那么接下来呢,我们继续还是有关于世界的内容啊,那么我们在上一节课的这个代码里呢,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啊,就是给这个按钮说绑定了一个点击世界,是不是一点击就打印了什么什么东西啊,是吧,这里啊,就打印了一个什么呀,这是123,对吧,但是呢,请注意啊,我们说吧,这个世界这个玩意啊,它是有世界的绑定,同时呢,你绑定的是什么呢,就是关于这个世界,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处理 程序是没有,你没有的话,那么世界发生了,你要干什么是不知道,所以这个时候呢,请注意啊,也就是说,我们在本世界的时候一定要配合一个什么,类似于函数啊,方法这样的玩意儿,是不是这个意思啊,OK,那么注意啊,在我们的VOE对象里面,看这儿,这个EL是不是你选了整个的建设内容,这个Data是什么,就说明了就是我们的数据,对吧,那么有意味的事情,我们这个Data里面存放的就是单纯的数据,如果你在里面写了一个方法, 那你觉得合理吗,注意是它是不合理的,能不能没有意思啊,也就意味着什么呢,你Data里面就放数据就完了,比如放一个对象啊,放一个数组啊,是不是都是数据啊,好,但唯独放一个方法是不太合适的,啊,是不太合适的,那么同时呢,还有一个问题啊,注意啊,啥意思呢,就当我一点击,我能不能获取它的Value值呢,能不能获取到,能获取到,对吧,好,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,注意啊, 获取这个Value值的话,怎么获取呢,就在这里面,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叫Z4.Value就可以了,是意思吧,还记得吗,是不是都是这么写的,OK,那这个时候呢,你来看啊,如果我真要是这样的话,那就是Z4.Value,是不是这样写的,你这行不行呢, 你觉得行不行呢,来我们保证一下试一试啊,03这个地方,好,我一点,来看这里,能看到吗,行不行,注意啊,这是不行的,啊,这是不行的,那么因此呢,也就有点一件事情,不管从哪一个方面说,我们的实践保证的处理程序,都不应该写到Data里面, 那么放着哪呢,注意啊,和Data,还有这个EL,是同级别的,有一个专门存放方法的地方,叫什么呢,叫Methers, Methers,Methers,注意,加S,叫Methers,OK,这里面,也是对,它的值本身也是一个对象,和你的Data是一样的,能明白吗,都是一个对象, 这个对象里面放的方法,才是你真正的方法,OK,这里面放的才是真正的方法,能不能理解,能不能明白,OK,你只有放在这儿,才是合理的,注意啊,我们先说一件事情,就是,放在这儿是合理的,能明白吗,OK,但是啊,还有一个问题, 你觉得我现在能不能打印这个按钮呢,应该可以吗,来,咱们再来试试啊,好,刷新一下啊,我一点,来看这儿,123弹出来了,对吧,啊,就123是正常的吗,看这儿,啊,等等,03,我没保存吗,保存,我没刷新吗,这是02,我03呢,我关了,啊,我说呢,好,关了,关了,来,再来啊,点,来看这儿,可以吗, 是不是也不行啊,OK,那这个不行到底是为什么呢,注意,我们后面再讲,能明白吧,能不能有意思啊,我们后面再讲,因为这个地方呢,又要用到一个另外的质点,就是箭头函数, 现在还是学过了吧,但是大部分同学都忘了,所以说我们要重新讲,对吧,好,别着急,我们暂时先放一放,啊,也就是说呢,注意,你明白一个道理就可以了,注意啊,我再说一遍,你明白一个道理就可以了, 就是啊,我们的所有的方法处理,业务逻辑这些东西,全部都会放在谁呢,叫Message里面,能明白,而我们的数据都会放在哪里,啊,放在Data里面,也就是这个地方呢,暂时先给大家加这么一个注视,啊,我们后面还会仔细一起讲,啊, 那么Data是专门存放Vue数据的,专门存放啊,Vue数据,哎,专门存放,我想存放了,存放啊,Vue数据,数据的地方,啊,OK,下面这个什么,是专门存放什么,Vue的处理方法的, Methods,这个单词不要写错啊,好,Message,是专门,用于,存放Vue的,的处理方法的,就是凡是处理方法,我们都应该写到这个地方,能不能明白,啊,OK,包括我们的实践的处理程序啊,也都应该放在这个地方,好了, 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的世界方法的这个问题,可以了吧?